姐姐和妹妹相约游泳馆游泳,游了一会儿就上岸测试血糖,又看到了自己无名纸上的钻戒,生怕游泳的时候弄丢了,就决定把钻戒放回到包里。 游泳馆管理员接到妻子的电话催她回家,而此时女清洁工正在事务招领处奔找东西,被管理员抓个正着。 管理员知道清洁工的身份,她是刚保释出狱的女囚犯,虚言说是在找自己的身份卡,管理员随即就让她打包走人。 另一边,在姐姐的邀请下,妹妹也下了水,两人在泳池里相互嬉戏打闹,直到临近游泳馆的闭馆时间,管理员开始喊话催大家上岸离开,但是因为妹妹后来才到,并刚下水游不久,心情不愉悦,但还是按规矩上岸了。 姐姐在收拾包的时候发现戒指不见了,很是着急,妹妹眼睛机灵,看到戒指卡在泳池的排水口里,于是姐妹俩就先后跳入水里去捡戒指, 但戒指卡在排水的栅栏上,拿不出来。而此时的管理员看到顾客都走光了,水池里也没人了,就顺势地按下了游泳管的玻璃纤维盖,然后走了,泳池盖渐渐地合上了。 但是这时妹妹的头发却卷进了排水口,姐姐在水下使劲地帮妹妹把头发拽出来,但为时已晚,游泳盖还是合上了,两人被困在水下,随后姐妹两人就开始争吵。 姐妹两人检查了整个游泳池,都没能找到能够出去的办法,只看到一个游泳盖上的一个小口,想用磁砖捅开。 但是无济于事,姐妹两人在游泳管里相互吐槽,姐姐告诉妹妹她要结婚了,妹妹也告诉她,姐夫之前曾追求过妹妹,但是无果才追求姐姐的。 而妹妹是因为嫉妒姐姐才一气之下把钻戒扔进水里的,随后姐姐又潜入水底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出来。 但是这时候姐姐的糖尿病犯了,必须打胰岛醋才行,不然会有生命危险,那个被管理员赶走的清洁工并没有走。 路过泳池打扫卫生时听到了姐姐包里响起的电话铃声, 贪婪的她想偷走暴力的值钱的东西,姐妹俩听到声音后开始呼救,清洁工关了监控,避免自己又被抓住犯罪的证据,还逼迫姐妹俩告知手机密码,谎称这样才能报警。 说了一番情话无果后,姐姐告知了清洁工手机密码,但清洁工还不停止,以银行卡的密码作为筹码,交换打开泳池盖,姐姐又告知起银行卡密码,清洁工打算去取钱,但是银行卡里只有八十块,满足不了她。 此时姐姐的身体开始颤抖,无论姐妹二人怎么说情,清洁工都不肯帮他们,愤怒的妹妹通过泳池盖上的小口,捅伤了清洁工。 清洁工则打开泳池里的玉器来惩戒他们,姐妹俩被迫无奈把钻戒交给了她。 此时姐姐的身体每况愈下,在妹妹的一番求情下,终于打动了清洁工。 女清洁工决定要把姐妹俩放出来,结果老板给她的密码是错误的,根本打不开游泳盖。 但是此时女清洁工心生恐惧,害怕自己再进监狱,随即逃之遥遥了。 而姐姐也因为体力不支,开始出现晕厥的现象。 姐姐说出了手臂上烧伤的原因,是因为儿时父亲喜欢酗酒,并经常做出违背良心的事。 父亲抽烟喝酒导致大火,姐姐为了保护妹妹不受父亲的伤害,而导致自己的手臂被烧伤。 妹妹听完后甚是感动,但此时的情况已是鸣悬一线,妹妹潜入水底拔出了栅栏,并把游泳盖敲碎。 而当伤案时,姐姐已经晕倒了,妹妹给姐姐打了胰岛素,但是姐姐还是没有苏醒。 但是此时,清洁工却拿住枪想要将他们俩灭口。 妹妹抱紧姐姐,清洁工还是心软了,把戒指还给了他们, 然后就逃离了现场,随后急救车也赶到了。 经过医生的书页,姐姐也醒了过来,妹妹将戒指重新交到姐姐手里。 人性的善良是最真挚的情感,她可以感化世间的丑恶。 愿世界充满善良与爱,人们在危机时刻要团结一心才能化解危机。 一味的争吵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麻烦,保持冷静、理智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